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Loon时间是礼拜三早上的10点 加权指数跌32点 今天一开盘一开低84点 很多人被昨天美国股市的下跌给吓到 现在很多投资人很容易被吓到 稍微一个波动就容易被吓到 昨天道琼是从先涨了100多点 变成收盘跌237点 237点感觉好像蛮多的 可是你仔细看只有0.9%而已 昨天NASDAQ跌0.3% 沸腾半导体跌0.8% 你知道昨天之前在跌很多都是跌电子股 昨天不是喔 昨天电子股相对还是比较稳的 昨天AMD还大涨9.8% 昨天比较弱的电子股是美光 Intel这两家公司跌比较多 反而昨天脸书 苹果 Apple 昨天Apple也只小跌0.4%而已 昨天美国股市里面生技股跌很重 银行股也普遍跌了1%多 所以银行跟生技这是拖垮昨天到穷的重点 所以很多事情在看的时候你要看细节 今天亚洲股市开盘之后当然普遍目前还是跌 可是大陆股市还是比较稳 被富时罗素纳入成分股 而且比重那么高之后 大陆股市这两天相对是强势很多 那台北股市今天 因为台北股市电子股市重点 今天很多人杀低之后 很快就上来了 目前剩下跌26点 预估量960亿 这个量还要再加强 我昨天在节目里面特别跟大家谈这个 电脑展 电脑展 电脑展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昨天第一天今天第二天 那我特别让大家看到 电脑展跟股市的规律性 电脑展是一个转折 如果原本是涨 它会变跌 原本是跌会变涨 你看我昨天把连续几年电脑展后 股市的行情给大家看过 都是一个关键 电脑展后压回 电脑展后开始涨 那是一个转折的开始 是转折的开始 很准啊 这我用了十几年了 准确率几乎百分之百 包含去年有六月份开始空 也是这个道理 那这次跌了八百点下来之后 遇到电脑展 这两天有机会出现转折 半年限在下面的救援 所以今天行情比想象中来的强 开低马上能够上来 很多电子股其实 你看今天很多电子股其实没有那么弱 你看轰的还是蛮多的 有没有 我昨天跟大家谈见顶 你可以尽量去找跟电脑展有关系的 你看昨天 对立台 6150 汉讯 这个都是 印太 这个都跟2323 这也是有参展的 跟电脑展有关系的 我昨天跟大家谈见顶 你看今天见顶 也是继续涨 见顶 这个获利很好啊 也是我们VIP活源锁定的焦点 我们VIP活源锁定操作的个股 你看复胜应用 被纳入权重之后一路喷出 今天喷出 我们队150块 我们从150元到现在180元了 跟元泰也不错 元泰这次也有参展 元泰也不错 大成钢本来就是 贸易战受惠的股票 奇邦我跟大家讲过 跌太深了啦 像7、6、4、4、1都可以收 时间上这两天也会出现反转 省准也跌很深了 很多电子股间开低之后 马上就吸引到买盘 就进来捡便宜货 育龙汽车 传贪股间还保持强势的不多 育龙汽车再创新高 我跟大家讲过育龙汽车 每股净值有高达 46块钱 这人家要插 是很有想象空间的 不要小看它 今天南亚克比较弱 因为四调机构在预估第二季 记忆体的报价还会再跌25% 所以影响到南亚克 所以南亚克相对比较弱势 那电子股的部分 跌深的相对就来的比较稳 但还是要回归基本面啦 回来基本面 从基本面找强势标的 我们来看环球晶 今天环球晶也是开低 目前环球晶跌2% 可要注意哦 环球晶 27天快到了哦 27天快到了哦 这两天环球晶有机会 会出现反转讯号 只要反转讯号一出现 就要开始进场了哦 你要操作环球晶的 欢迎加入我行列 我们到底来做 我随时盯着环球晶在 在注意 随时盯着环球晶在操作 这边要开始做第四边啦 雅尼 这是把人一直在加码的股票 好这两天的转折务必要注意哦 那欢迎加入我们行列 我们的负转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